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普 哪一字 好,這是舊字 舊字呢,開始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是一個金 金城的金 北金的金 右邊是一個油 好,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然後開始做比較連貫性的顯書寫法 筆畫當然就連貫的寫了 帶過來 好,然後這個小字 點,連貫 挑上去 好,這連貫性 然後甚至這邊可以一點點曲線 這樣增加一些流動性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有時候這個口 它會多一刻 張茫芙就常常金 金城的金會這樣 那底下呢,小就寫成三點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有這樣的寫法 我們就寫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二、三 右邊是一樣的 這樣子 好,再來更省略 金大家都知道 可以這樣繞進去 直接繞進去 我們就用這種寫法 然後呢,這兩點直接 一筆帶上去 所以來看一下 這一種行書是非常 容易看得到的寫法 而且好寫又辨認 這行書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進入到行草書 就是趙茫芙這個字 就是趙茫芙這個字 它上面這裡不要了 上面不要了 直接寫下面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也是 就是獨特性很高的 加重 好,帶上來 好 挑起來一個點 好,左邊這個步手呢 其實呢 有些 這樣招 也是 左邊這個草書 也是像這樣寫 有時候會多一個橫畫 但是 比較簡略就很像了 那我們來看 更省略就是右邊這裡 要注意的 好,我們來寫看看 大家要記一記 這裡 左邊是一樣 右邊會這樣 1 2 3 下去 就是把這個 油上去之後 用折來代替 這一種 蠻常看到的 一定要記起來